第二天航海日游轮上怎么度过? 阿拉斯加7晚游轮的第二天 今天将全部的在海上航行去度过 那孩子们昨晚睡的还挺香的 我也睡的还不错 一直睡到早上的7点40才醒来 那手机里边游轮的APP提示 今天晚上的JS Code 将会是一个Evening Chick 免游轮现在是用Evening Chick 去代替了之前传统的 叫做Formal Nights 那就是一个正中之夜了 简单的说就是把正装的要求 稍微的下调了一点点 比如说男士穿西服和领带 就不再是必须的了 而能够做到比如说长裤 有扭扣的衬衫 甚至是设计款的牛仔裤 也都是可以的 气氛就可以更加轻松风一些了 这一天我先拉上孩子们去吃早餐 8点20的自助餐 此时此刻就是人满为患的 找一个空桌都变得有些困难了 那运气不错的 我们就找到了一个靠窗的桌子 窗外的景色是茫茫一片的大海 其实你试想一下 有哪个海景餐厅可以实现 在茫茫的大海中间欣赏 10多层楼高的这么一个无敌海景 恐怕也只有邮轮可以做到了 第二天上午我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 带孩子们去注册 邮轮上的Kids Camp 它是位于15层的船头的位置 带娃的邮轮旅行 你是一定要知道邮轮上的这个地方的 因为之后你会超级无敌感谢它的存在 简单的来说 那就是你可以把孩子送到这里 然后就可以甩手自己出去玩了 把两个孩子放到小孩的一个中心之后 Kids Center 之后 大人就完全解放了 小孩就自己在里边玩 那我们由于时间的要求 就是中午12点之前去接他们就好 它的时间是上午的9到12点3个小时 下午的2到5点3个小时 以及晚上的7到10点 那孩子送到这里在以上三个时间段里面 它是不收费的 每一天这个Kids Camp 都设计了丰富的活动 让孩子们可以在这里成群的玩耍 并且去结交新的朋友 像画画做手工艺品 或者是玩Xbox游戏机都可以 孩子们会区分为3到5岁 6到9岁和10到12岁 三个阶段 更大一点的孩子 就可以送到另外一个叫做 Ting's Club 的一个地方 娜娜跟达达正好是可以送到 Kids Camp 的两个分别的班里边 第一次来 你先需要给孩子们做一个注册 其实也是非常的简单 在平板上刷卡 登记一下就可以了 之后每次再出示一下你的CPath 工作人员刷一下平板 就知道家长要接送的孩子 具体的名字和对应的照片 此外 靠港日的早上中午和晚上 还都会有增加的聚餐和夜间的活动 虽然这些活动是付费的 但是它也只收取你6块钱 美金一个小时的费用 讲起来应该算是相当友好的价格 你去问问家长朋友 几块钱买一个小时的自在 划不划算 这个部分我个人的窍门就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我觉得没有必要 第一天就来注册 第一天家长在这里是排大队的来注册 其实第二天来的时候 基本没有人在做注册这个事情 反而就非常简单 都不用排队 一下就搞定了 第二个就是没有必要 每一天都是开门准时来 关门前准时接 其实最好的办法是开门10分钟之后过来 以及提前10分钟来接你的家里的小朋友 就非常漂亮的又避开了人群 省缺了你很多排队和等待的时间 两个孩子分开班级一开始达达还有点害羞和不乐意 我自己也有点担心 所以我特意一个小时之后又回到这儿过来看了一眼 老师就告诉我说其实达达在班上已经玩得很开心了 显然是我多虑了 没有大人 小朋友其实是玩得更开心的 此后几乎每一天孩子都是自己主动要求一定要来Kids Camp 我想陪他们在邮轮上玩也不给我机会了 娃送走之后我突然就不用管他们了 这个说起来还有点不习惯 船上自己去找点乐子好了 首先我就去大剧院听了一场阿拉斯加靠港日旅行的一些介绍 他会提前介绍一些接下来几天即将下船的目的地 当地可以游玩的项目和非常推荐的内容 其实这个是蛮有用的 因为听完之后是可以方便你去提前规划 后面几天玩什么和怎么玩的问题 中午的自助餐厅是12点准时开的 我建议你可以提前10分钟过来 会比较容易找到空位 吃完中饭之后孩子们又说着 送我去Kids Club 下午我又自己去了小剧场 听了一场名人游轮其他全球旅行线路的介绍 才知道他们关于欧洲、亚洲、非洲还有那么多的一个选项 坐着游轮真是可以把地球都看遍了 如果是喜欢游轮这种旅行方式的朋友 就好好攒钱就好了 在下午中途的时候我就发现 游轮在海上居然是停止前进的一个状态 而且此时还有一辆直升飞机朝我们的游轮飞了过来 到黄昏的广播我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 那是怎么一回事呢? 是我们的船上临时有一位乘客发生了一个紧急的 医疗救助的状况 因此整条游轮就停在了海上 是需要由医疗的直升机将乘客再送去附近陆地的医院 进行紧急的一个治疗 好消息就是这位乘客最后是顺利的得到了治疗 也因为这个突发的情况就导致了我们的游轮 这一天是比预计的行程要延迟了要晚了5个小时 而船长稍后告诉大家说 游轮接下来将会做一个全力提速的动作 争取将这5个小时在明天的时候压缩到2个小时的一个延迟 那尽可能的不去耽误 大家明天靠港在冰霞点下船的一个游玩的时间 实际上除了这个特殊情况 整个游轮我们体验到的其他大部分都是相当准时的 准时到港准时离港 一切都是按时间按部就班的 那也因为这个特殊的情况 其实这里我想要分享一个建议给到大家参考 就是当游轮出现晚点的情况的时候 乘客通过游轮去预定的岸上的观光的项目 都不需要考虑这个时间更改的问题 游轮方都会替你安排和调整 但是如果你是自己提前在网上预定了目的地 当地的一些旅行项目的话 那游轮晚点将会影响到你的一个预定 对不对 这个时候就需要你自己去联系游轮 或者去联系当地的一个旅行接待方 去通知他们晚点的情况 再去进行调整了 这个时候就麻烦多了 所以大家游轮旅行的时候 如果是自行预定当地项目 就要考虑游轮有可能晚点的这么一个特殊的情况 那当然是直接通过游轮预定项目是最安全和省事的 游轮第二天这个海上的风浪 我感觉是比前一天要更明显一点 时不时都会感觉到船体的一个晃动 但整体来说 阿拉斯加的航线因为是贴着美国和加拿大的西海岸行驶 还算是风平浪静的一个旅行 那晚餐我预定了五层的一家日餐的餐厅 名字叫做Sushi on 5 上菜的速度就真的比西餐厅要快一些了 东西的味道和食材的新鲜度就还可以 不高不低 服务很好 对于想在船上吃一点亚洲食物的朋友来说 是一个价格也比较实惠的选择 你像我们三个人消费是68美金 不算小费 基本上游轮上所有的付费的餐厅 它的小费都会自动在花费的基础上 叠加20%的小费 最后再计算在你的消费记录里边 游轮的夜间的演出 其实是一个重头戏 通常都会准备两场 7点一场 9点一场 如果是你晚饭吃得早 你就可以去看9点场的 如果是你的晚饭吃得晚 你就可以先去看7点的演出 再去吃饭 实际上第一天的晚上也有一场演出 是一个脱口秀的演出 但是我因为担心内容比较成人像 不太适合小朋友 我就没去 今天第二晚的演出是一个舞台剧 叫做Topper 歌舞夹杂一些杂技表演 讲出一个童话的故事 演员的演出水准是在线的 跟白老慧的那些演出当然是没法比 但是也没有差那么多 整个舞台灯光音响都很过硬 座位也很舒适 观看的效果体验我觉得非常好 并不需要预约 直接去看就好了 我的建议会是提前15分钟会是比较好的 因为你可以站到一个比较好的中间的位置 演出一般都是一个小时的长度 这个时间看起来也不会太累 对不对 看完了就可以回房间准备睡觉了 今天回房间的路上 我们正好遇到了人们在邮轮的大厅区域 在蹦迪 这个是最近很流行的一个叫做Silent Disco 蹦迪的人只需要戴上一个耳机 就能听到里面播放的舞曲 而大唐其实并不外放这个音乐 所有在围观的人眼里就很滑稽 因为大家都是在没有音乐的一个情况下 在狂欢的 我们三个人也去体验了一把 就确实很莫名其妙 就很开心 戴上这个耳机之后 世界就是嘈杂的了 就是热闹的了 很好玩 回到房间之后 正好体验一下这边的房间 Room Service送早餐的服务 名人邮轮的早餐送餐服务 是免费的一个服务 你只需要把早餐的菜单填写好 在凌晨2点之前 把这个单子挂在门口就可以了 他们都会按照指定的时间 比如说我们要求的是 第二天早上的7点半 准时的送到你们房间的门口 吃完之后 你再把所有的餐具 食物放在门口 他们又会有人把它收走 非常适合早上不想出门 也不想去餐厅吃饭的朋友 整个行程 我们其实只体验了一次送早餐的服务 大概是觉得去自助餐 想吃什么拿什么 觉得更加的自在一点 邮轮第二天的深夜 邮轮将驶入阿拉斯加的一个海域 这也意味着进入了更靠西边的一个时区 此时我们的所有人时间 就需要拨慢一个小时 我的手机因为没有信号 所以时间不会自动的去更新 邮轮的手机APP上面 有一个叫做ship time 可以以船上的时间为准 这个时间非常非常的重要 这是因为船上的一切的行程 包括你靠港以后的其他的行程 都必须要以船上的 或者叫当地的时间为准 那手机没有改过来 就可能会很耽误事 就麻烦大了 这个时间也会在航行的第六天早上 回到加拿大海域的时候 再重新的改回来 第二天航海日就结束了 那在明天第三天 邮轮会抵达阿拉斯加旅行的 第一个停靠站 冰峡点 叫做IC Street Point 阿拉斯加的天气是怎么样的呢 在只有800个人口的小镇 下船后怎么玩 玩什么 明天继续跟大家分享 我们的邮轮旅行